对着身后的陆阿姨勾勒勾手指,我们来这里的事情,就不要告诉夫人了,陆阿姨一点点头,表示理解,她也不会告诉夏青的,否则,是闲床太软了,还是闲挫衣板不够硬,想了想,还是不放心,若是夫人知道了,大人放心,大人就是来这里谈事情的,陆阿姨是分上道,她也想指着万一夫人知道了,夏青也知道了,大人还能给她做个证, 殊不知,陆一这个证人着实不合格,陆一摆摆手,示意她站回去吧,这时候,门被推开了,进来一个面白无序的中年男人,见到陆一,露出和煦的笑,对着陆一行礼,陆大人在杭州好悠闲啊,让咱家好生羡慕,一开口嗓音奸细,却是个太监,陆一见到这人急忙起身,张公公有礼了,公公如今是皇上眼前的红人, 位高权重,不比我,陆大人可折杀老奴了,两人互相让着入了座,陆一给张公公蒸了一杯酒,张公公来杭州,也不提前知会陆某一声,倒让陆某失礼了,张公公连道客气,他这态度,倒让陆一很是奇怪,这张有福,是龙庆帝身边的大太监,昔日在王府的时候,胜得龙庆帝的重用, 没道理如今对他态度这般好啊,莫不是有什么事情,九过三旬,张公公道明来意,陆大人也知道,当初皇上扁你来杭州,是百官逼迫,只是如今朝廷重提开放海关,已彻底解决沿海倭寇之患, 但是陛下担心会有人趁机作乱,损害民间利益,想请大人率紧一位前去作证,龙庆帝上任之初,便重提放开海禁,这事情路易知道,但是没想到龙庆帝会属于他去监督,张公公,陆某现在是刑部官员,名不正言不顺的,非是我推脱,而是实在有心无力,张公公摆摆手,陆大人被贬官的原因,令我心知肚明,陛下还是看重大人的, 你看,这锦衣卫指挥室的腰牌,服饰都让我给您带来了,陆毅,皇上,你这么任性好吗?当初陆毅坚持辞退锦衣卫指挥室的职位,是认清了皇帝对他心存戒备,而龙庆帝一上台,就对嘉靖时期的旧臣大肆打击,陆毅不得不防皇帝秋后算账,所以才会急流勇退,却不知道他的这一次退后,反倒彻底打消了皇上对他的怀疑, 而且陈毅在京城不贪拳,不结党,每次龙庆帝想收拾朝城的时候,陈毅都能拿出一堆证据,让皇帝十分收拾人收拾得十分开心,而陈毅将这一切都归功于陆毅,皇上自然念起了陆毅的好,再加上朝廷决定开放海径,此时是皇帝登基以来第一件大事,自然看得无比重要, 当下第一事件就想起了他爹家帮那一夜,陆毅从天而降的英勇身姿,所以就让自己身边的大太监走了这一趟,锦衣卫指挥,时我已经见了曾福去当,曾福这些年也历练出来,坐镇锦衣卫绰绰有余,张公公摇摇头,既然陆大人给咱家面子,咱家也给陆大人推心置腹的说几句心里话,曾大人能力有,但是没有陆大人的手段, 皇帝心里总归是信不过啊,张公公没说的话是,锦衣卫指挥是从来不仅仅是看个人能力,而是有没有那个魄力,曾福无依无靠,是陆毅一手提拔上来的,升官太快,他有没有背景,镇不住局面,皇上也不敢太过于信任,因此锦衣卫有示弱的趋势,陆毅则不同了,当初陆庭身受加进皇帝信任,皇恩浩荡,不管陆毅成不承认, 这就是皇帝信任陆毅的根源,也是新帝决定启用他最根本的原因,如果说前一次词官是试探,那这一次详请则是真心实意,张公公见陆毅没出声,也不急着催,咱家这次来,只是给陆大人带个话,别忘了陛下还记着大人呢,说完又是一身后的随从,将东西递到陆毅面前,这些东西,是皇上赏给大人的,不管大人回不回去, 这些都是大人的,张公公如此说,陆毅也没办法拒绝,当下是一路阿易接过东西,陆毅谢过皇上,说完又对张公公说道,陛下的厚爱,陆毅谨记在心,此间陆毅已经安排好一切,还请公公赏脸,张公公笑得牙不见眼,那咱家就谢谢陆大人了,多谢陆大人的厚爱, 咱家还会在杭州城盘缓一段时间,到时候还得请陆大人多多照顾,张公公说的暧昧,陆毅心下明白,连称不敢,便拱手告辞而去,这张公公虽是个阉人,但是最喜好这些风月之事,则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柳貂